大家好,我是千良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4 黑騎 上一集EPS我們快速的拿鎖到處收集手稿寶藏碎片還有傳歌 幾乎快完成了,我們還做了兩個暗殺契約 我們這一集就先花一點時間把剩下的部分完成 然後準備進入主線任務 這就是最後一撞偵查桶,俯瞰點了 是跳左邊還是跳右邊呢?應該是右邊吧? 這個塔上面有一個碎片 是要從同步的地方往上爬 才能上得來 然後這個寶箱在地道裡面 這是最後一個,完成金色拿鎖! 然後我們就是要前往金三號去進行主線任務 這叫港屋長,你還不理我 我明明就是船長 然後我想這個地方應該是我們昨天在資料庫裡面看到不知道是從哪裡冒出來的那個老愛莉酒館 然後我想這個地方應該是我們昨天在資料庫裡面看到不知道是從哪裡冒出來的那個老愛莉酒館 可是昨天我們剛好在他的左邊完全沒有看到他 可是昨天我們剛好在他的左邊完全沒有看到他 這個是剛開始我們到拿鎖的時候 站在黑鬍子旁邊的人 然後這個是黑鬍子 神經病 神經病 這是你生涼的眼神 來看看你喝吧 早上 所以剛好 在這裡 誰要是這個 在阿達волé 在鎖的鎖的鎖入雍 鎖的鎖 C bird Addy These lads are the better part of our growing confederacy here Ed Thatch Ben Hornigold James Kidd You let him carry a pistol do you? Piece Ben Addy saved my life And now we're looking to find a crew to fill out the rest of my ship Well there's scores of capable men about We use caution The ship load of the King's sailor showed up before night back I was in trouble and knocking about night beyond the place Right I'll see you like a must I'll see you like a must imes I have a run You don't know the animals You don't know the animals I'm not a thing I have to find a lesson I have to find a good I thought I am going to find a жизнь I am going to find a trace of her What's next I could have found a ray I can't do more What is next I can't do more I can't do more What I am going to be The ship is at the ship 班杰明和林哥德可能出生在英国德诺福克 不过这没有被证实 他的早年生活如何不得而知 历史上第一笔关于他的记录是1713年到1714年间 当时他已经在西印度群岛当起海盗并留下不少事迹 他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后出现的海盗之一 这让我们相信他也是在成平时期 未受到持续聘雇而走上海盗之路的撕虐者之一 成平不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他代表太平盛世的意思 就像其他英国水手一样 和林哥德在巴哈马群岛待了很久 最终定居拿索 而纳索也成为他开始海盗生涯的地方 虽然他认为自己是个撕虐者 至少是在他年轻的时候 应该是至少在他年轻的时候是吧 身为一个出色的水手及战略家 和林哥德缺乏真正成功的海盗特质 吴琴 直到1716年之前 他都因为对自己国家怀有忠诚感的缘故 拒绝攻击英国船只 感觉还不错 祝一个 拥有荣誉感的海盗 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英雄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如果爱的话 肯威的计划没有成功的话 同意 如果他 他没有胡子太好了 大部分的海盗胡子看起来都跟鸟窝一样 跟鸟窝一样 约书亚伯吉斯 生于1689年 足于1721年 这人是谁啊 虽然约书亚伯吉斯是班杰明和林哥德的亲近好友与知己 但是知道这号人物的人并不多 在我们的记忆中显示 他虽然在1718年之前一直都是海盗 直到最后向国王的特使投降为止 看来他在这之后就参与猎杀海盗 就像赶过自新的恶棍一样 这家伙很不起眼 我们可能有办法在适当的情况下好好运用他 如果他早点死或晚点死 我都无所谓 你甚至可以给他一个疯狂的秘密或是奇怪的刺情 或是为他多点悲惨的故事 或许可以在他被刺上完整的藏宝图 我会感动他的死亡日期 不过我没有打算在他背上刺满藏宝图 别闹了好吗 爱德萨奇 3月1680年 英格兰 从各种不同的消息来源 指出他的名字有 萨奇 蒂奇 沙奇 塔奇 提奇 提奇 塔克 最后一个根本就无关了吧 甚至还有更多名字 但我们很确定这位爱德华 爱德 出生在 士里斯托城内或附近 并和这个年轻的经年一样 很早就已经在海上闯荡 另外也猜测他 离开英格兰之后 很早就抵达新印度群岛 如果这些资讯正确的话 爱德萨奇应该遇见了 从英国对抗西班牙与法国王室的 西班牙王危继承战争中能 捞到不少好处 在他1700年到1713年这段 早年岁月当中 应该是一名撕掠者 不然至少会是一艘舱船上的水手 为王室当年的安宁女王来效力 但随着乌德勒之条约 在1713年签订 为动乱的欧洲带来和平之后 萨奇和他的一群水手发现 自己不但远离家乡 而且连工作也没了 他们只有变成海盗才能够谋生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萨奇与一位叫做班杰明和尼哥德的船长 结为好友 并成为他船上的军需官 时间约在1714年底到1716年初之间 在拿索定居之后 萨奇和尼哥德和其他自称为飞行帮的海盗 开始酝酿其他海盗大都不敢妄想的计划 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度 他们让拿索成为一个自由与平等之地 成为所有想要摆脱帝国统治者的归属 他居然是军需官 我以为他是船长 黑胡子船长 詹姆斯奇德 生于1695年 詹姆斯奇德是个人生经历波折的年轻男子 我以为他是女生 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已经是个有着超乎其年龄 骄傲和自信的无理小子 他声称自己是威廉奇德 一个恶名远波 后来在1701年被英国当局逮捕 而被吊死了海盗的私生子 虽然张姆斯无法证实此事 但他的母亲却仍坚称奇德船长 于1695年从伦端出发前 与他共度一个疯狂 一个狂热的激情之夜 姆姆斯成长中缺乏父亲 同时还有个挥霍无度的母亲 因此他不太可能有机会过上正常的生活 在12岁时 他就已经在航行于北美和西印度群岛 英国殖民地之间的商船上工作 在他27岁时 张姆斯将亚迈加当作他的家 并在那里以水手的身份 进一步磨练自己的技能 虽然他在海上的事业并未 在如班和尼哥德 爱德萨奇或爱德华肯威那般成功 但张姆斯是首先在哪所定居的水手之一 同时也是发展共和政体的重要人物 好啦我们去救海盗吧 就一只枪冰 好像 那怎么 脚械 那个之前任务说要脚械之后再杀了首位 可是我没有看到任何脚械的方式 所以海盗不知道会不会在动 诶 所以是在上面吧 我以为他们会在这个洞 这洞看起来 就是应该要放点什么的地方 这么远 应该 对没有办法使用空中暗杀 所以我们先跳到那个草堆里面 诶 我还蛮想知道那四个卫兵回头发现他们的海盗 囚犯已经偷偷被放走的时候的表情 我已经拯救了八个海盗 实际上看到的海盗人物只有四个 是可真正的 有什么 需要 身体不全的 可真正的 身体不全的 最后 有很多大纸 还会支持 尽量 原来 快点 我觉得爱德华捆威士的海盗船是血汗海盗船 因为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有四个耶 这样救完这边就够了 糟糕 这样就少了两个人 6个人也够了 我给他5个 要是讨厌的枪冰 先解决你 上不去 为什么 这边吗 这东西看起来可以抓啊 好吧 算了我先把这些海盗放了 没有办法先将首位脚械 你又想射我 我也有枪 还 剩下最后一个了 大家小心点 就要用枪射在练子 它用枪射在练子 剩下目标 我看看喔 啊!沒有中! 他怎麼死了? 沒有中的話只要放棄了 先衝過去就好了嗎? 哎呀來不及 再挑戰一次 再挑戰一次 三透明的蝴蝶 平靜一點 成功! 再來就是把這些衛兵都殺了喔 欸!沒有辦法破除這個傢伙的防禦 防禦反擊到是可以 現在還抓不到各種士兵的... 對應方式 大概只知道那個拿斧頭的對應方式吧 這一個傢伙等於四個船員 他最可憐 加班最久 一個人做四個人的工作 對應方式 好,我們那一集就從這邊上來 所以... 根本沒有看到那個酒館 现在你会想要游戏到一个富翼的东西 你有听到一个地方叫《The Observatory》? 是的 它是古老传统的 像El Dorado 或《The Fountain of Youth》 你听到什么吗? 是一个宝宝或一堂 藏着一个珍贴的类似的 那是它,你看到這裡 好,糟糕 那些故事你喜歡金錢,是嗎 那是價錢多於金錢 十千次超過的 我們可以脫下任何個西班牙 拘捕王帝為他為了 我們賠償我們來這裡 那不是負責,那是負責 那是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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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想就算是這樣子 肯威還是會出發吧 欸,那邊有個發亮的人 招募船員 原來他可以站喔 哇,我現在的船員已經滿了 接下來應該就是出發去找 關廁所了吧 感覺那個金太號在船上 欸,在海灘上喔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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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 我現在的船 很小 原來我的船 三隻還蠻好的船 怎麼都不知道啊 他還要自己開才好玩啊 我要他換一艘要重反船 我看到一個寶箱耶 其實搶一艘船 其實拿個寶箱好了 我想和尼哥德應該會對我非常的無奈 他還教我怎麼看壞人家的重反船 我就在拿寶箱 原來是帶的煉蛋是用來讓別的船減速用的 他買的優化還蠻多的 所以不要打沉 那怎麼不打沉呢 我之前幾次跟海上的船打了之後 我看他們在旁邊 好可惡 他被他傷害了 我要什麽癱瘓 前面還有一招 這就是煉彈減速的效果 所以我如果攻擊他弱點就會因為攻擊力太強造成出來爆炸 這就是煉彈減速的效果 現在怎麼過啊 不要攻擊弱點 現在其他船都離我有段距離 去攻擊左邊都撒好了 好像比較近一點的感覺 去攻擊左邊都撒好了 趕過了這個浪子後就發射了 現在可以中 不能攻擊弱點 那就用 測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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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沒有像之前遇到了巴士豬這麼快 這樣應該還可以對死了 蛤撞船了吧 天啊 測旋炮 ENS 掉了 Curb... 真,真他是火藥桶吧 海軍藥帥 這次癱瘓成功了 所以射擊弱點也是可以的 感覺像是防追擊的地雷用的感覺 火藥桶 射擊他旁邊 自傳 不知道要選炮在哪裡 然後要親自來 死掉了一個船員 這邊有個人有白色的樓桶 不知道什麼意思 好可怕是優先要下的目標 還在這裡 換線 我根本沒有辦法打 白眼 直接一槍斃人 我們這集F法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見 掰掰 大家估计英語 英文 小一点 告诉你的朋友 我们拭折你的品牌 and we won't hurt nobody if everyone stays as still as a sand wall 你懂吗 断续